你知语大家都看了吗 抛开剧情不谈啊 我觉得女二家里面的妆容 真的是又清透又有灵气 但是小卢她好像在其他剧里面的妆造 就没有那么出彩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淡眼系 又有一点点方圆脸 就可以参考一下她在这个里面的妆容思路 今天呢咱们就给她拆解成了三大块 首先强调妆容的色块而非线条 她的眼妆其实跟寒妆的思路有一点点像 都会先用这种低饱和度的眼影 去大面积的给上下眼皮打底 运染主打一个氛围感 同时呢若画下睫毛和下眼线去突出卧残 那她这个卧残的宽度真的是很大 甚至都超过了眼睛的二分之一了 那这样呢可以在放大双眼的同时 又避免了比较浓的妆感 另外像双眼皮比较窄的淡眼女生 尽量就不要画那种比较粗比较明显的眼线了 可以把眼线画得越细越好 让眼神比较灵动 同时呢双眼皮也会更加宽一点 第二步呢就是减少面部的留白 因为淡眼线的女生她五官亮感比较轻 所以就很容易显得脸大脸平 那她这个妆容里面有画那种竖着的梯形腮红 直接连到了大卧残的下方 让气色就显得很好的同时 也减少了面部的留白 并且她上眼皮也有带到 就是让面部的色彩会更加的统一 我仔细观察一下 其实上官前她的鼻影这边画的还是挺重的 但是呢熨染得很自然 在山根这边呢呈现了一个顿角三角形 就让眉眼的立体度马上就有了 那我们平时在画完鼻影之后 如果觉得颜色有点重不够自然的话 也可以用腮红浅浅的这边带一下 看起来就会自然很多 第三个就是保留妆容的呼吸感 为什么小如这个妆看起来就特别有灵气呢 因为我觉得她整个妆都是很透 很有呼吸感的 首先在底妆上 她就是有一定光泽度的 而非纯亚光 这样在光线照射的时候呢 你的脸就不会显得很平 所以如果你是阔面脸 可以试着保留一定的底妆光泽度 另外她的唇妆其实也是一个亮点 就是和腮红非常搭配的那种蜜桃色系 同时上下唇中呢 都有点涂中有一点亮亮的唇油 看起来就真的很嫩很灵动的感觉 饭已经喂到你们嘴边了 各位代言戏方圆脸的女生 赶快学起来吧